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非常安全 接种以后获益远远大于风险 那么咱们中国疾控中心对咱们已经开展的超过34亿剂次 超过13亿人的不良反应监测 发现我们新冠病毒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与常年我们接种的其他的一些疫苗相当 而且老年人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还率低于年轻人 那么目前我们国家已经累计向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超过22亿剂次的疫苗 那么我们从报道当中也看到 有3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政府官员 带头接种的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 全球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们不完全统计 60岁以上老人接种中国的新冠病毒疫苗 已超过10亿剂次都非常安全 在这里的我可以再告诉大家 我们国家的党和国家限制领导人 都接种的新冠病毒疫苗 而且接种的都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 接种的一样的国产的新冠病毒疫苗 谢谢大家 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